我前两天刷到一个故事,把我看哭了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残忍的婚姻莫过于你死我活 女主呢,王潇,是尿毒症患者 医生说,如果不患肾的话,他活不过一年 这个男主角呢,叫于建平 白血病人,两人就协议结婚 男的死后呢,把肾捐给女的 女的呢,要负责照顾男方的老父亲 也就是说,男的的死亡 可能就是女人的心声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会觉得 这样的婚姻从开始变充满了功力 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就是这两个人却感动了千万的亡命 他俩是在一个名叫 活着真好的西安癌症患者群里认识的 王潇听从别人的建议 他可以找一位同学型的晚期癌症患者结婚 那对方死后就可以把这个肾给到他 为了活下去,王潇就在癌症群里发布了 征婚启示 最后呢,还特意的留言 为了活着,请原谅我的卑微和龌龊 群里的人都是在死亡悬崖边挣扎的人 所以没有人责备他 大家都是一声叹息 第三天,于建平就回应了 我愿意和你结婚 并且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我叫于建平,西安人,27岁,患白血病,三年 两人很快就见面了 一见面一点陌生感都没有 上去就是一个热烈的拥抱 这个于建平是西安交大的高材生 自从查出了白血病之后 马上要跟他结婚的女朋友 痛快了就跟他分了 他父亲呢,为了给他治病 连房子都卖了 所以于建平对王潇唯一的要求 就是我把肾给你,没问题 我死后,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我爹 2013年7月16号 他们在贝林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了 当天中午 他们俩人找了一个小饭馆 庆祝了一下结婚 并且签了一个特殊的协议 俩人不同居,不公开,财产独立 虽然这个结婚的目的不纯 可是结婚过后 他们俩都情不自禁地牵挂起对方来了 毕竟这有可能是他们有限的生命当中 唯一的一次婚姻 他们每天都会打很多的电话 王潇失眠的时候 于建平就每天给他讲故事 婚后两个月 王潇的病情突然急剧上升了 紧急住院 联系不上王潇 于建平这就急疯了 挨个医院跑 挨个病房找 最后终于找到王潇了 王潇跟他说 对不起 可能我等不到你的身了 从那天起 为了照顾王潇 于建平每天都做好两罐汤 带到病房 俩儿一起喝 两个人是互相的关心 互相温暖 两颗心也越来越近了 奇迹这个时候出现了 王潇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他们相爱了 可是没过多久 王潇又联系不上于建平了 于是他又找到于家 于姑姑就告诉给他说 于建平不肯吃药 这个病情恶化了 被父亲强制送去医院 这一瞬间 这个王潇的眼泪 哐哐哐的就喷涌而出 他明白于建平 这是故意在加速死亡 好成全他 王潇这个时候就冲到医院 哭着扇了于建平一个耳光 你不怕死 我也不怕 我们两年死都不怕 我们还怕活着吗 要死一起死 要一起活 你不好好治疗 我就和你离婚 你的生活也不要了 这于建平就被震住了 还没一遍一遍地问 你这是何苦呢 从2014年初 然后王潇就开始忙着给于建平凑钱 凑钱干嘛呢 骨髓移植 为了治病 这两个家庭 最后都家徒四壁 绝望当中 有一个台湾的首艺人 交给了他们一个首艺 做永生花 所以在2014年春节前的时候 他们两人在西安大唐西市广场 两口子的永生花花滩就开张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故事 有一个好心人 一次就买了七万块钱的永生花 不到两个月 于建平愁的这个手术费用就凑齐了 进仓之前 王潇捧着一束红色的永生花 含着眼泪亲吻于建平 说老公我等你出来 这个爱真的就是能摧身奇迹的 慢慢的两个人的病情就明显的好转了 医生说 照这么下去 即使不患肾 王潇你都可以活下去了 2015年2月14号 他们两人在和平大饭恋 举行婚礼的 这个王潇的爸爸给他们写了一副对联 一对老夫妻 从此新生活 真的你不用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他们现在还坚强地活着呢 网上你随时可以刷到他们的信息 所以我想 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想在这里 也祝福他们 也许祝福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祝福 也许不打扰他们 也是最好的祝福 也许这就是他们让我们看到 爱真的可以无坚不摧